嗨,我是Eva 快到年底咯 现在正是感冒的高发季节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道 德国人生病时候最爱喝的 德国奶奶的鸡汤 先准备一公斤的鸡肉 你可以用一整只鸡 或者你喜欢的鸡肉的部位 洗干净放入锅里 准备两只洋葱 去皮 切两刀即可 然后把洋葱放入锅内 一到两根胡萝卜 洗干净 削皮 然后切成小块 两根芹菜去根去筋 同样切成小块 新鲜的蔬菜搞定了 然后放入两片月桂叶 适量的黑胡椒 大约4-5克左右 一勺盐 一茶勺肉豆扣粉 然后加入清水 盖锅鸡肉 盖锅鸡肉 水烧开后 开中火炖一个小时 这时候鸡肉已经软烂了 把鸡骨剔除 留下鸡肉 放入小一点的锅里 碎筒 盛入刚刚炖的鸡汤 然后放入喜欢的主食 面条或者土豆都可以 继续炖15分钟左右 最后加入蔬菜 切一点葱花来作为装饰 预祝大家节日愉快 保住身体哦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关注 感谢你的观看 拜拜